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调节空气和湿度 从而延长食物的保鲜时间 许多网友反馈称 在用了这款保鲜盒之后 自己买的芹菜 胡萝卜 甚至是容易腐坏的蓝莓 草莓 以及生菜 都可以保鲜长达两周 而没有出现萎缩和荷斑 这款保鲜盒目前在亚马逊上的售价为45.99美元 不过亚马逊上的价格可能会有变化 大家还是以实时的售价为准 下面要推荐的也是一款收纳神器 这款是透明塑料盒的收纳 不仅可以用于冰箱的收纳 而且冰柜 橱柜也是可以用的 长方形的设计排列不占空间 不含PPA的宿命透料材质 可以让我们一眼就看到里面存放的东西 买回家的水果 饮料 调味品 用不同的格子来分类收纳 不仅找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的厨房变得更加整洁 它每次最少是可以买两个 最多可以买14个 并且有不同的尺寸可以选择 这款是8件套 目前的售价为21.99美元 大天进厨房最大的困扰就是热 而且非常容易出汗 下面推荐的这款是迷你巅风扇 可以说是很多爱做饭的小伙伴的福音 它有三档的风速可以调节 内置有30毫升的水箱 可以喷热雾气来降低我们身体周围的热量 每次加水可以使用1到1.5个小时 它的内置挂绳和折叠的设计 不仅可以轻松的挽在手腕上 还可以放在厨房的台面上 方便做饭的时候来解放双手 它充满电需要两个小时 每次充电这个低速最长可以用20个小时 中速可以用13个小时 即使是高速也可以使用6个小时 目前它在亚马逊上的售价为16.97美元 马上要到返校季了 很多的家庭可能都在为孩子们准备返校的用品 下面这款Flowfly的隔热午餐袋 采用了泡沫隔热的材料 只要放两个冰袋进去 就可以将食物冷藏长达9个小时 比市面上大部分的午餐带的冷藏时间都长 而且它的容量也非常大 除了便当盒以外 还可以放额外的水果和饮料 它前面的小包包和两侧的网状口袋 方便放置餐巾、餐具、钱包、钥匙等小东西 无论是上学上班或者是外出露营 都非常的合适 亚马逊上的售价为15.99美元 在烘焙烧烤或者是油炸某些食物的时候 如果不是资深的厨师 可能很难把握火候以及烹饪的时间 这款是带有探头的数字的肉类温度计 可以在三秒之内快速的测量食物和液体的温度 测量的度数非常的精确 它还配有一个大的背光的LED的屏幕 可以防水 那么售价是20.5美元 下面来看这款水槽过滤栏 跟其他过滤栏比起来 这款过滤栏更加的轻盈 不会显得那么笨重 它的长度可以伸缩 最长可以延长到19英寸 大部分水槽都可以用 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收缩折叠放起来 并且这款过滤栏用料会更厚 长条形的设计 不会挤占太多的水槽空间 它的材质是不含BPA的 那么售价为17.99美元 下面来看这款可爱又实用的蘑菇漏斗 它的外形像一个红色的蘑菇 不用的时候可以当一个装饰品 需要的时候把它的散盖翻过来 就变成了一个漏斗 可以用来灌油盐酱醋以及料汁 它的材质是硅胶 不含BPA 可以用洗碗机来清洗 售价为19.95美元 在夏天很多的小伙伴都喜欢做沙拉 但是准备沙拉的过程 也是相对比较麻烦的 下面这款是大号的沙拉旋转器 那么容量为6.22quarter 只要是单手按下就可以操作 清洗滤水甩干省时省力 它的透明玻璃碗还可以用于成菜 过滤网也可以当作过滤栏来使用 材质是不含BPA 那么方便清洗 售价为29.99美元 对于没有孩子的家庭来说 这款OSO的葡萄切割器可能有点鸡肋 但是对于有孩子的家庭而言 它堪称神奇 因为小朋友吃一些比较小的水果 可能会容易被噎住 它可以轻松地将五子的葡萄 生女果和各种的小的浆果切成四份 更方便孩子来进食 而家长在准备的时候也更加的容易 售价为11.99美元 可以用洗碗机来清洗 下面来看这款Foodstar的切菜器 它有四个可以互换的刀片 可以轻松地完成切丝 切片切钉以及是螺旋切片 切碎的食物会自动地落入下面的收集盘当中 整个过程不需要用到刀和刀板 不需要不仅操作是简单 节省时间而且避免了刀板容易滋生细菌的问题 它的售价为29.99美元 接下来看这款磁性的收纳架四件套 这款产品的背面有超强的磁铁 可以吸附在其他金属上 而且不会损上金属的表层 不需要打孔 每个架子最多可以承重11磅 那么很适合用来放调料盒 来节省柜台的空间 并且在户外烧好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吸在烤架上 用来放一些小东西 它的售价为38.99美元 接下来看一款罗文的软硅胶的烤箱手套 这被许多的购物者评为最好用的硅胶手套 因为它的材质是非常的柔软 而且可以耐热高达500华氏度 不仅可以防水隔热 而且非常方便清洗 任何酱料或者是碳灰粘上去 只需要轻轻一冲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这款颜值超高的 波西米亚风的壁挂栏 它配有6个强力的挂钩 安装起来很方便 不需要再单独去购买挂钩 它既可以挂在厨房里 用来收纳姜蒜 或者是一些水果干货等等小东西 以节省柜台的空间 也可以用来挂在房间里 装上鲜花作为装饰品 三件装的售价为23.99美元 下面来看这款迷你的热风机 我们的厨房中有很多打开吃不完的零食 或者是带装的调料 都可以进行二次的封口 以隔绝食物和空气 防止食物氧化和受潮 它可以用于密封各种的塑料袋 冰棒袋 零食袋 铝箔袋 和各种的PVC的材料 需要注意的是超薄的塑料袋 普通的纸袋和非热绒袋 并不能使用 那么这款售价为12.99美元 下面来看这款握把开罐神器 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过 新买的玻璃罐头的酱料 或者是罐头打不开的情况 那么这款开瓶器 可以固定在橱柜或者是柜台上 然后将盖子卡进它的 这个V型的双碳钢尺当中 然后平时要费揪牛二虎之力 才能打开的瓶盖 只需要单手就能打开 它对于手部无力 或者是患有关节炎的老人 是非常友好的 售价为12.71美元 在厨房当中 关有一把好刀是不够的 为了保持刀片的锋利 时常就需要磨刀 这款是四合一的磨刀器 在耐用性 抓地力 应用性 以及是整体价值方面 表现都很出色 还有四个磨刀口 这个研磨的部位 采用了乌缸 金砂缸 高硬度的陶瓷等材料支撑 从剪刀到剁刀 都可以轻易地打磨 而且它还配有一副防割的手套 它的售价为13.69美元 以上就是本期为您推荐的好物 想了解更多的购物的好物 也请关注我们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 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